好 另外关注台海局势部分 共机是不断的侵扰我国 我方向美国采购的66架F16系列战机呢 预计明年交机 只是会不会面临所谓的有飞机 但是没飞关的窘境呢 蓄服蒋驻金制度遭殖诱因不足 但国军强调目前没有异常现象 因此将持续现行政策 国防部公布每日供需扰台航季图 3月1号有8枚空飘气球来绕 最近距离基隆西北40海里 另外还有9架次共机和8艘次共舰 空军复合每日战备压力不小 我方向美采购66架F16系列战机 预计明年交机所需兵力 库宇记扩充两成 空军因此持续面临能否把飞行员 留住的压力 那是不是任务的复合 或者是工作的复合 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因素 我想这是肯定的 你的任务越重 你的越多 你的家庭相处的时间 照顾的时间就越少 飞官服役超过14年 就可退伍 为减少被民函挖角的诱因 空军设有续服奖助金制度 1500年每年发放 若中途退伍必须退还 先前以领取金额 按蔡总统2020年1月宣布 喜悠的新制 着重在留住中校飞官 飞定机的上校和少校 中校每年108万元月薪再加4到5万元 中校每年144万元月薪再加7万元 这样算下来包括 续服奖助金和飞行加急 86400元 月收入约27万元 高于国内航空公司的副驾师 第一个五年 大概要不签的人是极少数 但是第二个五年 如果你要再签下去的话 有很多人会好好的思考 因为加上官校年资签一次 续服奖助金就有超过20年 就和领终身奉 只是流盈率为何仍是未知数 考量到现行政策 已经获得多数飞行员的认同 那么国防部也会在约期届满之前 来持衡的宣导 续服奖助金的一个发放政策 那么辅导年资 符合资格的这些人员 进而长留久用 为国防奉献心力 国军称赵无形血汉 留置人才没问题 但这挑战恐怕仍持续存在 TVBS新红复华流听听台报道 好 面对难以降温的台海情势 国军演努力要增加兵源 偏偏在志愿役部分基层干部 是不断的在流失 军校招生状况又不如以往 因此国防部近几年 把一部分的招募重心 放在了ROTC 也就是民间军校 其中不法94年次的一男 选择直接类五年 担任志愿役军官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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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令后即时开始 大学生存游戏社 射手姿势以摆秀枪法 比准度 也比速度 11秒多就打完25个目标物 其实这距离社长陈俊宇 参赛时的最佳成绩 还慢了两秒 两个月没练习的原因 是整个暑假忙于接受特战训练 所有的军校生里面 都一定会有一次的暑假 是到谷关立阳营区去受训 有绝壁攀登 还有CQB 就是限制空间作战 还有进阶射击 学校之前有带我们去看航台展的时候 那边的无人机我也知道 现在的种类越来越多了 那不管是大型小型都是有的 学生是觉得说有无人机的操作 跟一定的知识到部队还是有用的 操作无人机精准完成考照指定科目 八字水平原 把社团的玩票性质推向真正一技之长 不过拳头迷彩服 开口闭口都自称学生 如果只是军训课 也未免太严格 基本教练口令和动作 还能说是模仿 但是学生身上的制服 和三军六校版本完全一致 这里就是ROTC 大学储备军官训练团 我是空军生 然后走之后未来是以地情为主 考完就是高三那一年 其实蛮迷茫的 就是想说自己不知道 有点没有什么目标不知道要干嘛 其实是因为家人蛮支持我 我走这条路 因为会想像往实习旅步爬 是因为每个学长姐 他到部队的时候都蛮优秀 外岛那边会学习更多的 炮兵一些比较专场的事项 那学生就一直很想要挑战 军事课分组报告 学习见网之来 一天之内上午静态军事教育 下午操课磨练体能 之所以成为民间军校 原因是周一到周四 所有人回归一般大学生 其实这种教育制度 其用已久 源自于美国 拓展军官的来源 那我们以美国陆军来讲 西点军校每一年毕业的少尉 大概就一千出头 可是每一年美国陆军所需要的少尉 将近五到六千人 那剩下的 他一定要由其他的管道 来弥补人力的这些需求 那ROTC的发展 刚好就可以满足这方面的需求 美军用了超过一世纪的措施 台湾曾经因为成效不张而中断 如今因为一年兵停征 基层严重缺乏预备军官 让制度重新受到重视 和正旗班相比 ROTC在大一下学期才开始实施 也不是官校集中式的休业 而且正统军校毕业 最少得服役十年才能退伍 ROTC却只服五年 不过曾赴美交换退役将领认为 干部出身多元化 能为管理文化带来 几档 譬如说以美国陆军上将 刚卸任的参谋林区会议主席米利 他就是ROTC出身的军官 那当这些高层的军官 大部分都是ROTC的 来出任的时候 他对于后面的这些 新兴学子的ROTC的学生 他当然也一定会产生正面的效应 想要减轻家里的负担 然后顺便锻炼自己的体能和胆量 因为我们在球队的时候也是有被训练过 因为本身是体育生 所以我觉得这里的感觉会蛮适应的 牺牲自由 从民转军 理由大多是未来稳定 国防部当前签约129所大专院校 除了桃园南亚 人员充足能独自成立转业大学 其余依照地区的分配到教育中心假日受训 制度处处顾及学子权益 起因于现实 外有敌情内有兵力需求 现在国军的人员招募 除了得从民间学校扎根 还得同时考量免情人的未来发展 而这样子另外一个案子 就是今年实施的大学和义务役三加一 第一批试用者就是今年大义新生 义务役新制参与人数 教育部还在统计 但这两位同学自愿被排除在外 我是2005年94年8月15分 年纪多大 94年18岁 不怕疫情因为情势而延长 索性一次直接当五年 94年次的杨药翔和林玉翔 在选择兵种专场之前 志向金明雀 动荡年代 募兵穷则变 变则通 不想当兵一百个理由也不够用 自愿的人或许才更有使命感 为国家尽心尽力 TVB的新闻华少平 叶玉甫桃源报道 再来看AI的应用越来越广泛 甚至是起死回生吗 中国大陆电商最近推出一项新的服务 是透过AI重现死去新有讲话的影音 甚至是及时的对话互动 买家只需要提供老照片 或者是新有生前的录音录影 AI就能让新有复活 尤其在春节期间接单量暴增 只希望能再见亲人一面 说话的表情和嘴型栩栩如生 已经过世的亲人仿佛还在身边 随着AI技术发展 有大陆电商推出AI复活亲人的服务 只需一张老照片或语音影像 最便宜十块钱人民币 折合新台币不到五十块 就能让亲人复活 大陆媒体上网搜寻 发现除了AI复活亲人 AI照片修复 还有能让老照片动起来的服务 范围相当广 根据一般行情价 三十秒会说话的影片 大约新台币一千五就能下单 如果需要AI做出特定的手势动作 说特定的话 甚至是能跟买家及时对话互动 价格还能喊到上万人民币 商机潜力无穷 以前有些可能就是老人去世了 他没有留下一些影像资料嘛 然后通过这个技术 他可以让人有个那个感情的计划吧 就是对于那种老人 他可能会误认为这个AI合成的是他子女 然后被骗取一些钱财或者啥的 大陆民众对此反应了两极 有人认为AI表情生硬 不需要自我欺骗 但也有人认为 AI能重现亲人的英容笑貌 让逝去的挚爱不只留在回忆里 而是透过科技得到永生 TV别新闻综合报导 然而AI的发展也可能让职场重新洗牌 科技业的裁员风波还没结束 今年一月开始 矽谷包括了Google 亚马逊 微软等科技巨头都大动作的裁员 有学者形容这是抄袭式裁员 而且已经有上万人都失去工作 那么同样的情况 也有可能在台湾发生吗 业绩有不同看法 那在这个meeting结束之后 他就跟你讲说 接下来给小时 我们会有HR去联络个别的人 如果你有被联络到的话 就是被裁员了 然后这个会议就这样很草率的结束了 这个小时我觉得是最恐慌 最焦虑以及最不安的一个小时 在矽谷科技业工作的Judy 拍影片分享亲眼见到的裁员过程 虽然自己幸运逃过 但忐忑心情很难忘 2023 24年 从矽谷吹起的裁员风暴 笼罩整个美国科技圈 原本在Meta任职的Albert也身临其境 礼拜二的时候就发一封信 跟大家说礼拜三都不要有人进公司了 就大家都不进公司 然后大家就知道什么意思 然后礼拜三早上就寄了一封信说 在一个小时之内 你就会知道自己有没有被裁员 Albert躲过去年Meta裁员事件后 跳往Uber 但据他观察 科技业的人事瘦身还没停 去年的状况是 好像业绩效不好 然后有很大的压力 大家都可以理解这个裁员 有难以避免 可是今年其实 发现是科技业 都表现得非常相当不错 而科技股 这个科技股一直往上涨 然后公司的绩效也都在创新高 所以这波裁员 其实不是因为绩效不好 而反而是因为 现在讲求效率 然后AI也开始举到一些功能 2024年开年后 矽谷包括Google Amazon 微软等公司 拿起裁员大刀 光是今年一月 就超过两万五千人 失去工作 史丹福大学教授认为 这是抄袭式裁员 主要原因是公司 为了满足投资人需求 所谓抄袭式的裁员 在美国是很普遍的现象 因为在美国 真正驱动股价上涨的原因 它有来自于两个 当然除了产品的创新以外 第二个就是股票回购 大部分的公司 会用便宜的资金 去进行股票回购 资金成本上升了 就没有办法继续的情况之下 他们要维持股价 很重要的原因 很重要的因素 就来自于 第一个新产品动能 至少是想象 那AI正好符合这个想象 第二个就是降低 直接的成本 所以裁员就变成他们 可以提升股东权益 报酬率最快的手段 美国科技巨头 还有新通行公司 纷纷提出裁员计划的同时 却不断加大对AI的投资 AI已经成为公司 人力考量的重要参考因素 在宣布裁员消息前 Google与Amazon就分别向 AI新创公司 投资数十亿美元 不少公司都曾透露 正寻求调动其他资源 应对AI荣景 就业人数网站统计 2022年美国科技业 裁员人数十六万四千九百六十九人 2023年暴增到 二十六万两千六百八十二人 同样是科技业重镇的台湾 是否将受到波及 台湾的高科技制造业 大部分都是以代工为主 所以我们不会出现 一个产品卖不好 整条生产线裁掉的问题 所以这样的问题 短期之内在台湾 大概不会发生 有些员工的技能 可能在过程当中 需要重新被训练 但是可以转移到 新的工作项目上面去 所以我认为长期来讲 中长期来讲 应该都是非常证明的 我认为目前台湾的状况 还不至于出现这样 反而是AI的出现 反而需要企业 有投入更多的人力 跟资源去做学习 台湾AI业者乐观看待 预期AI对台湾科技业 並沒有立即威脅 但長期處理勞資糾紛的律師透露 這兩年台灣科技業勞資事件 確實有增無減 那導致他們有裁員的需求 比如說像是一些營運長 其實是那個職位還蠻大的 那就是說他們組織架構 可能亞太區會合併成一個區 那可能就不需要這麼多的一個職位 可以確定的是 AI在全球裁員潮裡扮演重要角色 科技業員工的職場生存空間 正受到機器人的挑戰 而電動車市場同樣競爭激烈 中國大陸更是推出了 各式各樣的黑科技 包括在引擎蓋上擺好一座香檳塔 你能想像嗎 車子開過了減速秋 香檳塔竟然玩好如初 還有底盤也暗藏了黑科技 可以像這樣子左右搖擺 都令市場相當景嚴 車身上的積雪不斷掉落 這可不是地震 而是底盤暗藏的黑科技 大陸汽車品牌未來 最新推出的電動旗艦轎車ET9 智慧底盤系統左右擺動 創意功能讓外界驚豔 在引擎蓋上擺好一座香檳塔 再緩緩開過一個又一個減速秋 車輛前進時酒杯竟然聞風不動 展現超強穩定性 近日江蘇省蘇州市一輛小鵬P7電動車 就因為雨天飆速失控爆炸期貨 從一台理想汽車行車紀錄 已拍下了花明看 一台貼成大粉色的小鵬P7在路上浩雕 後方跟隨著一台特斯拉電車 雙方疑似三點飆 疑似因為車速過快 小鵬汽車連續翻滾好幾圈 直接衝向電線桿 再撞上道路指示牌和行道數 最後燒成一團火球 據傳駕駛當場死亡 數據顯示 事故發生前 車輛狀態正常 未開啟輔助駕駛功能 碰撞前存在高速駕駛行為 最高車速達169千米每小時 碰撞時車速達145千米每小時 由於這是小鵬汽車 自去年10月以來第三起火燒車事故 車輛品質問題登上大陸熱搜 有網友認為電動車因為有電池 比油車更容易爆燃 但也有民眾質疑錯誤的開車方式 才是釀貨主因 TV北新聞綜合報導 但電動車雖然很環保很炫 但是美國汽車市場調查機構發現 五年的二手市場當中 以電動車最不保值 折舊率高達了49.1% 這比燃油車還來得高 專家分析電動車之所以不保值 可能跟新車的優惠措施 還有電池衰退有關 開著最新入手的Model X Plate 對車主而言 推程出新的電動車沒有最好 只有更好 林振賢剛脫手兩台電動車 二手賣出換了這台新車 原本的車雖然有折舊 但二手價格沒有想像中的低 2023年台灣電動車 占總新車市場份額 從3.72%成長到超過5.04% 但部分消費者對電動車充電 及續航力仍然保留態度 也有些人認為 電動車折舊率比燃油車高 不只是電動車受影響 我覺得未來所有的汽車 應該都不會太保值 因為同樣價格 大家可能會買想買電動車 現在只是因為電動車太貴 特斯拉二手價很好 但有一個人會來亂 就是特斯拉自己本身 他們動不動就會一直降價降價降價 它產能只要一提升 就降價降價 汽車市場調查機構研究顯示 電動車售後5年的折舊率 從2019年的67.1%降到2023年的49.1% 只剩購買10元一半價值 相較之下卡車折舊率34.8% 油電混動車則是37.4% 電動車的銷量越來越高 但目前仍然是少數 中股車價的經驗值還沒有被建立起來 所以目前還沒有穩定成熟的行情 調查指出2023年最受買家歡迎的兩款二手電動車 是Model 3和Model Y 其中Model 3佔一到五年 二手電動車總銷量34.9% Model Y則佔銷量的11.9% 統計顯示中股電動車平均要花57.8天才能賣得掉 從車款來看Model Y平均47.6天就能售出 Model S需要88.3天 Model X也得花71.4天售出 中股車方面以我的經驗可能就是以Model 3為主 因為它價格也比較親密一點 然後也比較實用 那因為像是Model X Model S比較是 它本來的定位就是比較高端客 對然後預算價格也是比較高 台灣二手電動車市九成以特斯拉為主 原因是其他品牌推出的電動車才剛問世 大多還是新車很少中股車流通 創辦二手電動車媒合平台的捷克告訴我們 現在二手電動車其實不難賣 2019年的時候因為特斯拉大降價 所以那時候很多車 那2020年的時候 它那時候因為剛好缺車 所以不管是中股的市場 它是溢價在賣的 整個市場是很蓬勃的 就是你開了一年 你可以賣的價格還比你當初買的價格還要高 2019年的車到現在2024年大概也4年多快5年 2019年的Model 3剛出來155萬 現在一台Model 3就是開了5年 100萬大概是大100萬 但你說150萬的一半 是大概在75萬80萬左右 Model X就是它大降價之後的車大概300多萬 現在去買一台200多萬 二手車市場行情分歧 加上市場主力的特斯拉新車價格波動性大 消費者購買二手車能從平台上比價 現在在線上面就有500多台的車在上面 那這些車都是車主在賣的 並不是車商 當然也有一些車商在裡面在銷售 但是大部分都是車主 那這樣子就不會讓所謂的車商 去賺到所謂的佣金 那我們的平台也沒有所謂的 要你付任何一塊錢 你刊登不用錢 你販售不用錢 你也不用給我任何佣金 完全是免費的 隨著二手電動車交易的數據庫建立 行情與價格也會跟著有機可循 TVB新聞羅士蓬 崔仲群王浩宇 台北採訪報導 再來房市部分 內政部公布了房屋虛品改革方案 希望未來公設比可以降低到25%到30% 但是有專家認為這對房市發展 雖然屬於正向 但對於總價的漲跌 也恐怕產生不了太多實質的影響 請婉柔進一步告訴我們 有賣房的民眾不知道 會不會有這樣的感覺 就是興建案的公設比真的很高 而為了改善這樣的現象 內政部日前也宣布了 這個虛品改革的方案 也就是說要來針對這個停車空間 電梯空間以及管委會空間的計算 容積方式要來做調整 希望可以把這個公設比降到 25%到30%左右 那影響比較大的有哪些案子 其實房市專家就說了 像是這個已送建新案 或者是已經在談的都哥案 影響都是比較大的 像是在這個大樓底層的公共設施 像發電機蓄水池要必須重新規劃 當然也考驗設計師跟技師的專業了 只是很多民眾都關心說 那這個虛品改革對房價 到底有沒有影響 因為這才是很多人在乎的 不過這個李同榮房市專家就說了 整體市場他認為會兩個現象出現 整體市場的總價不變 但單價微調 第二個則是這個部分期漲區 單價不變 但是總價微調 但不論是哪一個方式 房價受到的影響其實很有限 好 進來房市交易回溫 1月交易量開出紅盤 買賣移轉動數高達2.5萬動 年增幅度是甚至接近了100% 就創下了22個月以來的新高 再來看專家進一步分析 在這個戶型裡面 就是把客廳跟餐廳做成一個比較開放式的感覺 走進大門 客廳廚房臥室全都一目了然 位在台北中山區 這間全壯26坪 室內坪數僅17坪的小宅 規劃兩房兩廳格局 是年輕人買房首選 因為動輒數億元的百坪喉宅 並不是人人都能負擔得起 高房價下民眾想買房 必須以有限的預算來換取購屋空間 根據內政部統計 國人買房的平均面積已經跌破了30坪 因此像是這種小兩房的坪數 就特別受到首購 年輕族群青睞 蓋房子招價成本也增高 所以房價也比較高 相對來說的話 在有限的預算裡面 就會坪數上來說的話 就是先求基本有需要的 這樣需求是夠的就先買了 在台北市 可能這種兩房或坪數比較 我們說適合年輕人的兩房的戶型 會增高一點 去年建物買賣一轉 平均面積約29.7坪 與十年前相比少了約5坪 若以區域來看 面積最小的是台北市24.2坪 另外坦南高雄 十年來也從原本平均 約40坪的面積大減8坪 變化最大 加上人口結構改變 平均的購物面積明顯縮水 比方說在台北市 你要買一個新的 新屋的情況之下 你可能單坪如果來到 100萬以上的話 那如果你還要抓在這個 1000多萬的這個產品 大概室內的坪數 就只能犧牲到大概十來坪左右 那如果說其實在中南部 如果有一些民眾 他也只想要買在1000萬以內的 產品的情況之下 大致上都會有這個必須要去 將就坪數的情況 全台房價價格走揚 交易量也持續攀升 根據地震局統計 六都房市交易量在選後大爆發 一月買賣移轉動數約25000 月增百分之五點三 年增百分之九十八點二 闖二十二個月新高 從各縣市來看 台北桃園 台南高雄 與去年十二月相比 也都有所成長 主因是選後不確定因素消失 官網買盤湧入 回歸供需基本面 加上新親安貸款助公下 有自助需求的民眾 加速進場購物 台北市跟這個南二多 其實他在年月增上面 表現都還不錯 這主要才是在於說 其實南二多 他其實是有一些 科學園區的帶動 所以我們可能看到說 有一些產業園區 他其實周圍的房市上面 表現還不錯 當然如果說比方說 像我們看到高雄來說的話 他其實男子 一直有這個台積電話題的情況下 其實他這一次的 這個一月上面的數據上面 其實在交易量體上面 也還是屬於一個 滿熱的一個情況 選舉過後的 不確定因素消失以後 大家的酒後不跌 房價不跌的這種 這種態勢 讓這個守過的人 這個觀望的買盤就進來 另外一個因素 面臨到交屋潮 大量的交屋潮正要開始 這個交易量也變得活絡一點 自助買氣穩定 大量交屋潮來襲 使得一月交易量暴增 但就代表今年房市 將繼續走強嗎 李同榮進步分析 餘物量多與購物信心 增強的影響下 產生多空拉鋸 房價推升不易 交易量雖然止跌回升 但卻是房價鬆動的開始 現在開始下半年以後 到今年元月開始量增的時候 其實正是價格鬆動的開始 我們觀察這三季以來 六都的各個行政區 其實是一半漲一半跌 一半小漲一半小跌 就代表什麼 有些區域在鬆動 價格一鬆動 那買盤就進來 基本上就是供應量多 但是需求量也強 所以我才說 今年是建商移屋 非常順勢可以大竄逃的一年 房市反轉訊號浮現 以盤待跌的格局機率大增 政府短期政策激勵交易量 但房價再漲機率不大 跌幅也有限 對於口袋不夠深的年輕人來說 買房壓力依舊相當沉重 TVBS新聞 徐慧山劉彥宣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